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位學習的部分 數位學習的部分一樣有分必修跟選修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因為現在大部分同學都在大學階段 這是研究所階段 所以其實像我們學校在雲林的話 如果說你可能要去別的學校清課 不見得很容易 那現在很多學校所謂的摩克斯 所以要不把他當作摩克斯 那這樣的一個工具的話 包括台大、中新、中正也好 然後像這個清大、交大 他們都有推出這樣的線上的一個服務 等於說你不用到現場 這三個老師就把他做錄影了 就做錄影 甚至有的他在課程的教材上 他會比較清楚 所以呢 你可以到這個地方去找一找 也有一個叫做開放式課程聯盟 開放式課程聯盟 你可以從這邊去找到很多相關的 那如果順便給各位提一下 如果你打開我們這個新制度的檔案 後面有這個地球的 就表示我有放那個超聯盟 就是那個他裡面的超聯盟 當然你可以用關鍵字 這樣直接找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看那個超聯盟 就在下面這邊 這裡面我把他交出來 開放錄影 好 我們就連過去給各位看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 這邊 這裡有 很多的開放課程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類別 包括了這個有點像圖書館的分類 這個有沒有 宗教類的 自然科學類的 應用科學類的 有很多 那每一個點進去呢 都可以看 所以其實發展教學還很重要 就是 各位的學習來源 可以很多元 還很多元 以後的老師 像我們現在的宗教學 有很多老師在做 就是以後你的 老師的角色不在 一定是什麼 在前面講 而是他是比較所謂補助的 因為 很多很厲害的老師 你在網路上都可以學習了 對不對 那 老師的角色是 告訴你 你有什麼資源 然後呢 對於 學習比較落後的 他可以花更多時間去關注他 如果呢 學習 進入超前了 他有很多的資源 只要老師告訴他 哪邊有什麼資源 他就可以繼續 做延伸的學習 那 你可以看到像在這邊有沒有 如果你是要做 一國料理 這裡也有 對不對 所以 各位現在事實上還蠻幸福的 就是這些東西 很方便 不像以前 可能我們以前在學習 就比較辛苦一點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那麼最近呢 教育部呢 今年應該也會做一個整合 所以呢 你往下看一個齁 在這個選修的地方 我有提到一個叫做教育雲 有沒有 在下面這裡 有一道教育雲的 因為呢 現在各校都有恢復自己的 學歷 你還是很辛苦 因為一下要到台大 一下要到清大 即使你只是在網路上去 但是 畢竟還是屬於不同網站 所以你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今年 教育部會把這些資源 通通整合在一個叫做 教育雲的這個網站上 所以呢 以後呢 你如果要 找哪一個 課程 你直接用關鍵字找 即使他來自不同的學校 那你就可以直接上面做連結 他等於說 把這個 這些資源做成一個所謂的入口網站 那我們一樣給各位稍微看一下在哪邊 好 目前他這個網站是還沒有完全整合完畢 但是有一部分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有教育百科 教育媒體影音 有沒有 這上面的 媒體影音 然後教育百科 教育大士級 學習工具 還有 這個線上學習 這些呢 裡面都有 相關的 好相關的 像 一般教育媒體影音 就是我應該要講MOS MOS裡面 他就會整合所有學校 只是 他預計應該是要 可能要到明年 紀念來不及吧 要到明年 然後看到新聞 大概明年六月之前 可能 每個學校的相關的 開課的課程 都會放上去 像這個 像我們高級到MOS 像東南也有 我們學校我記得也有 只是 我不知道各位同學也沒有看 我們學校也有那個 推行 就是那個影音的 影音的網站 好 那你看我們在往下 剛剛 剛剛是開放這個人 那麼 這裡呢還有兩個 蠻建議各位可以 參考的 一個是那個 配的部分應該沒有問題嘛 這個大家平常比較有機會看 有兩個你可以看一下 一個是這個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跟台北一大 雖然你在雲林 但是台北一大 還是可以去的 因為上面都有很多的課程 欸我問一下 你們現在有沒有要上那個 資源服務的課程跟時數 應該都有對不對 那如果你以後 對做志工 有興趣要取得那個志工證的話 好 那他會要求你到這個 因為 你要有取得那個志工證 證的話 你要上課嘛 啊 基礎訓練跟進階訓練 現在志工的那個基礎訓練 已經沒有開始已分成了 都必須要到台北一大裡面 去做學習 就是自己做線上學習 好自己做線上學習 所以這個網站上還蠻不錯的 上面有很多資源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到台北一大這邊給大家看 好這裡就有一個志工基礎教育訓練 有沒有 欸這個 因為我有在當志工 有上去看 不過真的要蠻久的 那個 時間稍微拉得比較長一點 你看 不是十人文件 好你進來之後呢 在左手邊呢 你就可以看到他有選課中心 好當然你要看語言的啦 資訊的啦 公務的這邊都有 他有目前有某些課程的類別 比如說我們看那個語言課程 好了齁 把我放大一個 好這裡有一些那個 語言的課程 那他目前台北一大有一個比較不一樣就是 有部分課程他是開放就是 你不用加入會員 也可以直接怎麼樣 直接瀏覽了 但是沒有加入會員就插在 你沒有所謂的數位學習紀錄 你看過哪些課啦 然後看了時間多久啊 他就沒有幫你做紀錄 沒有幫你做紀錄齁 那所以如果說你不想也可以 不想要註冊 但就直接可能在上面直接觀看 也是ok的 也是ok的 像我們在這邊直接觀看也可以 他只是會再提醒你一下 好開始上課 他左手邊呢就會把這個 這些課程的大綱啊 內容就把它列出來了 好沒關係齁 因為那個就是用到Gash 我這邊好像Gash怪怪的 那其他的原則上都相同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直接就線上學習 線上學習就還蠻方便的 那另外呢 如果像一般來講 像各位學英文的話 現在應該支援很多啦 那有一個台灣之光在這裡 平常你看這個 上面的影片的話 如果他是英文的 雖然有些是有 有些影片是可以選擇字幕對不對 有提供字幕光 或者說你直接翻譯 但是有時候還是不是很準 那你可以看看這個叫 這很特別的齁 這一個呢 是 你把YouTube當作是一個學習來源 但是他上面翻譯會比較正確 而且你可以複製翻譯也好 或者是單字翻譯 那他也會幫你做紀錄 有沒有農學有聯絡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有的可能有的沒有 那你可以看一下 好吧 這個網站可以看一下 好 這個連結進去的是一個 介紹的網址 那我先把他進來 那我先把他進來 我直接用關鍵字找 好 現在上面那個 影片很多 但是最重要就是 翻譯會比你原本的好一點 比我們直接那種 那種翻譯會好很多 那你可以看到 像在這邊 你要找影片的 我看一下 好 假設這個 OK OK 我們來看看 這是一個Terry上的 那個 演講 好 那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做翻譯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想要看哪一個的話 你可以直接點這邊 直接不列 把這個 因為我現在沒有 得入會員 在這邊 可能各位這樣聽 比較聽不清楚 但是你可以看到下面 下面是不是有字幕 有沒有 有英文的 有中文的 那 如果你覺得我這樣聽不太懂 你可以叫他 我去講講話 在這裡 有沒有 速度這邊 你可以請他講慢一點 對啊 我就聽不太懂 你可以把字幕關掉 字幕關掉 那純粹用聽的 令其聽力 那麼 然後他很特別 也有針對什麼 上面 你看上面 有針對不同的頻道 你可以選擇 這要看教育的 還是要看那個 如果有人要做託服考試的 這上面有 有相關的影片 那你可以 程度分級 也可以 聽力口說 你可以聽力口說 他也有ATP 也有ATP 所以這個是蠻特別的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 右手邊這個翻譯 就是他 直接這樣 跟著影片做 一體一體這樣 往下跳 那哪一個單字不太會的 你可以點一下 如果你有出色會員的話 這個也可以把它記錄 變成說 欸我以後 學習的時候 就是哪些單字我比較不熟的 就可以再繼續做步行 他可以回到你 這個影片的這個時段 還是哪一個影片的哪一個時間點 就回到那邊 所以蠻特別的一個服務 因為這是台灣團隊的一個創意 跟別的不一樣 你一般如果直接用YouTube上的那種翻譯 有的時候翻的實在是很不行 因為製造翻譯的結果 跟有人工整理過的翻譯 還是差很多 還是差很多 雖然有進步不少 但是簡單的可以 可是比較複雜 或專業性名詞比較多的 通常都不大OK 這個選修這個部分 一般最常見的大概就是 我們講的這個可汗學院 可汗學院啊 軍醫教育學平臺 軍醫是台灣的 軍醫是台灣的 那這兩個 上面的其實都有很多 我不知道各位對我為積分 或者是像一些物理啊 化學啊 各位接受度怎麼樣 因為我們有理工學院嘛 所以正常來講 應該是大家是比較熟悉的 但是可能也許有些你不太了解的 其實你可以透過這個可汗學院 或軍醫教育平臺 上面 軍醫一般比較國中小比較多 但是可汗學院上面 或者我們一般講的這個 阿國啦 麻省理工學院這些 現像課程 他就會有比較一些深入的 包括大生以上的 或研究所以上的課程 也會有在這個上面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就是我在用的這個 OneNote 我給各位看看 他到底平常你進去之後 他是大概長什麼樣子 其實OneNote 我是把它當做一個 就是翻角學習平臺 但是呢其實他也可以當做什麼 您線上學習的一個工具喔 註冊了之後呢 或者你想要試用看看也可以 進去之後 這邊 一樣有很多的分類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的 那可能是國中的 國小的 但是也有一些大專的 大專的那個課程在裡面 比如說像我今天 今天早上聽了這個 教育網紅店長 就是介紹這位南投的 南投國中的老師 叫王正中 他去分享一下 他的 因為他們在偏鄉 在偏鄉他們學校 人相對比較少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比如說我看 看他的 好這裡面 你如果往下走 就會有跟他相關的 有沒有 相關的 因為其實 像這類的平台 他們就是作為一個什麼 好像收集資訊的一個平台 我針對某一個人也好 某一個世界 或者你想要學習的一個課程 那因為 網路上也好 可能就會有很多 學習的一些資料 會把它整理起來 變成什麼 一門課程 一門課程 那麼有些人是有錄影的 有些可能是文字式的 都可以 那我就可以點進去 比如說 這個 他就直接連結到那個網站去 那因為他有寫一本書 寫一本書 事實上也感動不少了 那本書叫做什麼 你看齁 在這邊 卡住了 那本書的書名 我如果沒有記錯 老師你會不會在你來 因為偏向老師的流動力很高 對不對 然後代課 可能沒這個學習 搞不好還沒代完 然後就 又換了 所以 這個是很特別的 然後還有書書去 特別去 分享一下 他的一個心情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個 其他的 其實我列那麼多 有興趣的人去看看 那我們 剛剛有看到 教育部整合的 這個教育雲 你可以往下看 你可以去看看國外的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國外的 國外的更多 更多 而且更不一樣 那像這裡呢 我有列出三個 三個 三個 跟什麼 How to do 有關 你看 這個 這個 我們剛剛看到的 都是比較 一般講比較正式的課程 比如說 我們就在教室裡面 我們就錄影啊 對不對 這樣錄下來 可是呢 在國外面就很不一樣 很多是屬於動手做的 How to do 裡面呢 可以看到這幾個 這幾個 有的人就問啊 提問說 比如說那個椅子啊 那個怎麼加工啊 那個怎麼做 或者你的什麼 做菜的也好 還是說一些木工啊 甚至一些實驗啊 你要怎麼做的 有些人提出問題之後 他就把它整理分類 整理分類 然後就變成什麼 教材的內容 教學的內容 然後 在上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很多的一個什麼 創意在裡面 他很多 他很詳心告訴你 這個 應該怎麼做怎麼做 把那些過程告訴你 那 這個呢 我是覺得 在台灣相對 現在是比較少的 台灣的這個 教學的資源比較少 比較是屬於就是 分站在不同的地方 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進來了 這裡的問題也是五花八門 Planet Enjoy Status 我看一個 看看有沒有什麼 比較特殊的 這個 這個 很特殊的 就能問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看 如果你混合了 可樂 跟牛奶 會發生什麼事 哈哈 你可以製作實驗啊 對不對 那 在這邊 他就告訴你 這樣這樣 還在影片的網 那很多人 他會再把那個原理再告訴你 所以我說 那個好多度實際上是很好玩的 一個東西 就是他的 內容是五花八門 不是那麼正經八百 也許他不見得是一個課程 可是他就是一個 很多人的問題的主題 然後去幫你做回答 好 所以其實像這種的 你也可以在上面提出你的問題 可能就有人會幫你做回答 所以在國外這一塊的話 那個資料真的比我們 在台灣能夠找到的多 非常多 好 雖然我把它列在選中 可是我還是蠻建議各位 你可以去稍微看一看的 好 那 另外呢 就是這樣 電子數目標的 這邊我先把它停下 我先把他停一下 谢谢观看